我們很怕感染人數上升太快 超過醫療體系的負荷範圍 所以為什麼要呼籲說 自動自發的封城 又不是那種出動軍隊 這種硬性封城 我還是相信台灣的博明素質 首先是關於停課的部分 上午雙北市宣布高中以下停課 聽說是侯市長致電給柯市長 請問雙方是如何溝通達成共識 當中如何決策 由於北市昨天晚上才宣布 只有停課萬華的四個國小 柯市長今天轉折的考量 是不是為了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反應 我們是滾動式修正 事實上就隨著疫情的發展 所以就叫新常態 就是說按照疫情的發展 來決定我們的防疫的程度 所以事實上很清楚 從20幾 100 200 300就速度 所以當然就慢慢 防疫的成績就慢慢升高 今天早上侯市長是有跟我通過電話 我也覺得說 我們討論結果也是說 既然疫情在發展 我們就也隨著疫情來增加 來升高防疫的成績 所以就決定停課 不過到下午來看 其實我們看看 我們在快篩的這種百分比 陽性率的百分比 還有今天公布333 所以我們其實 我也剛才也都呼籲說 是不是大學也停課 另外一點是這樣 我們很怕這個感染人數上升太快 超過醫療體系的複合範圍 所以為什麼要呼籲說 這個叫自動自發的封城 而不是那種出動軍隊 這種硬性封城 我還是相信台灣的國民素質 因為在過去幾天 大家很明顯 捷運的使用量怎麼都下降 那我們現在再次呼籲 除了必要的 不要外出 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減少傳染繼續傳播 只要這個數量可以控制 以台灣的醫療的能力 一定有辦法 慢慢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